中国大陆女星范冰冰 官方逃税调查报告出炉 重罚近40亿台币 相当于一架F35B战机的天价罚款 但对范爷来说似乎不会太心疼 范冰冰位于北京的工作室 就在我后方这一栋大楼 而自从她爆发阴阳合同后 外传她在大陆无息还开了十多家公司 因为在当地的影视税务是最低的 但没想到她没有缴税 成为被抓到的关键 范冰冰从2013年到2017年 连续五年都摘下富比式中国名人榜后冠 公开收入高达9亿人民币 但如果按照崔永元爆料 范冰冰实际收入超过台面上的五倍 近四年的收入将近190亿台币 40亿罚款只不过是冰山一角 我真的在中国混得挺好的 大家都挺爱我 中国官方直接点名范冰冰演出电影 大轰炸片酬只申报三分之一 崔永元也在微博发文 事实再一次证明大轰炸就是大炸期 参加炸期的目前已有一人受到处罚 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 大轰炸的总制片人施建祥 也因为击欠500多万元港币的租金 又缺席三号在香港高等法院的开庭审理 直接被下令破产 这波逃税风暴的制造者牵扯的恐怕不止范冰冰 在规定期限内缴纳的 依法不予追究刑事责任 虽然范冰冰只要乖乖缴钱就不用坐牢 但官方用她杀鸡仅猴的意味浓厚 三地新闻综合报道